圣经背景多面题今天来到第八 我们要讲的就是有关圣经文化背景 圣经文化是指到什么呢? 就是指到他们当时风俗习惯 所以就是他们生活里面是怎么样有他们的文化背景呢?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研究的 那么我们把今天的题目放在耶稣杀种的比喻 就是有关四种的土地 首先我们来念圣经 就是马太福音也有 今天我们选的是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五节 有一个杀种的呢?出去杀种 杀的时候有落在怎么样? 有落在路旁的 有人钱大了 有天上的肺疗来了 把他的气掉了 所以第一种就是路旁 那么第二种呢 有落在哪里? 有落在盆石上 那么马太福音就是前途是头地 一样了 一出来就孤干了 因为没有水支援他 那么第三种的土样 来到第七节 有落在哪里? 经济里面 经济一同生长了 就把他遮住了 那么来到第八节 有落在哪里? 有落在好的泥土当中 生长出来 结实有百倍的 有一百倍的 就是受成 那耶稣说了这话就大声说 法有耳朵的就应当听 哎呀 这个杀种的比喻 我们听过很多次 那到底其中有什么道理呢? 圣经有讲的 门徒当时也问耶稣说 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 耶稣怎么解释的? 耶稣说这个比喻就是这样的 种子 种子是什么? 就是神的道 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成为一个杀种的种子 杀在哪里呢? 那么圣经就说 就是杀在人的心里面 还有呢 还有就是在心中没有根 还有呢 还有就是持守在尘水良善的心里 原来那个泥土呢 就是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就是听了道以后 神的话在我们心中 那个反应怎么样 那个就是杀在什么的泥土的意义 那么当我们思想到这个杀种比喻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了就是农田 那个杀种的杀在农田嘛 但是我们一想到了中国的泰国的农田 就是好像中国那个田那个字 那个口当中有一个十字 分成十部分 但是呢 当我们如果看这些农田的时候 我们看不到 怎么有四种的土样呢 弟兄姐妹 我们是用中国的文化来看田 泥土 跟犹太当时耶稣的年代的风俗是不同的 耶稣当时不是这样吗 不是 因为原来呢 在以色列地呢 有平原 平原可以耕种 但是更多的是怎么样 更多的是三地 那么在三地呢 如果不能耕种的话 就是用来干什么 就是用来呢 就是走路 交通便利 但是如果能够用农田更好 于是他们就想了 就做了一种梯田出来 所以呢 他们的梯田就好像介意 所以原来耶稣当时 马太福音也好 路加福音也好 那种的杀种的比喻的背景 就是当时的梯田 那么梯田是怎么样 他们就是在一个山 斜坡那边 就是把那个山变成有 有向下的 有打横的 有向下的 就好像一个离梯一样 这样呢 就是在平的地方 能够有耕种 所以他们第一种的土样 就是在路旁 因为呢 在那些梯田的农田的旁边 有小路 从小路可以进到耕中 那么第二的 就是有前途的石头地 有盆石 什么意思呢 原来呢 他们当平的位置 要再往下面去的时候 如果没有一个围场 那怎么样 那个水一冲下来 泥土跟种枝都冲走了 所以他们要建一个 的石头的场 挡住那个泥土冲去 所以就是有这一种的石头地 那第三种呢 就是怎么样 就是经济 那怎么样呢 那种农田 为什么种经济出来 不是的 这种经济呢 是野生的 不是种出来 是他们自己跑出来的 那怎么会呢 因为在那一些的石头 还有就是平地的时候 在那一边 就容易生长出一些 经济出来 好像这个图一样 所以当经济生出来的时候 你杀的种子 就丢在其中 那它长出来 种子也长出呢 就把它就是追住了 所以这样呢 就不能就是能够生长 但是如果能够杀种呢 到了那一些平的 好的泥土 这个怎么样 这个呢 就有三十五十一百倍的受成 所以当时耶稣 杀种的比喻 是在这一种替田进行的 我们如果说 这个很好 那么如果好的话 你可以登上去 我们以色拉的学习平台 在那边有更多的视频 你可以看得到 那么如果你说 我不但要看 还要参加你们的 百般体验的游学团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 你可以登进去 也可以知道我们的资料 也可以预先报名 明年我们到的地方 预先给你知道 几时我们出发 在明年一月的时候 我就是帮助 这一个马来西亚 金星卫神学院 开办他们的 那一个圣经背景研究 文学熟识 所以如果你说 我要知道多一点 我要联络他 我们要报名的话 你可以联络 他们的神学院 如果你要知道 有关这一个课程 里面的每一课 他有什么要求 那么你可以登进 这一个年限 就可以知道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